最近一段时间 大疆的动作频频 各路曝光消息也是满天飞 大疆官方索性也不藏着掖着了 直接一个海报预告了三个新品 今天视频中的主角 DJI Action 2就是其中之一 要知道OSMO Action是在2019年5月正式发布 也许它还有不足 但作为大疆进入运动相机领域的第一款产品 前后双彩屏防抖4K HDR 让它拥有了相当不错的产品力 因此更多人开始期待起它的换代产品 可这一等就是两年半 现在DJI Action 2终于来了 因为大疆从去年开始就在梳理产品线规划 所以命名有所调整 不仅名称变了 样子也完全变了 就大多数用户认知中的运动相机而言 Action 2不能说是没有关系 简直就是毫不相干 屏幕前的你可能也是一脸问号 那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些疑惑 来看看DJI Action 2的体验到底如何 看到它的外观一定就有很多人说了 哎呀这不是学那谁谁谁的模块化设计吗 其实早先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跟大疆产品经理进行了一波深度交流之后 我悟了 其实DJI Action 2和友商的产品都能称之为模块化 但他们各自的出发点或者说产品理念是不同的 友商的产品是通过不同的组件最终组成一个完整的产品 而Action 2则是拥有一个主单元 主单元是可以单独使用的 通过不同的组件与之搭配来实现更多的功能或者体验 之所以用组件这个描述是因为他们需要和主机搭配使用 但他们的作用又远远超过配件的定义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模块化可以是功能的替换 也可以是能力的扩展 从产品经理的角度出发 这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 举一个并不是非常严谨的例子 友商的模块化就像是麦当劳的12元组合 两个部分可以按需选取 而Action 2则是腿宝套餐 选定套餐之后汉堡就没法变更了 但是小时和饮品可以更换 DJI Action 2在外观上并没有拘泥于运动相机的概念 首先它采用了运动相机上并不怎么常见的金属外壳 原因大概率是因为散热的缘故 毕竟相机本体的三维只有39×39×22.5毫米 对比Osmo Action Action 2的体积几乎缩减了50% 正因为采用了如此紧凑的设计 Action 2的散热压力还是很大的 金属外壳能够更好的传递热量 在这样迷你的身材里 大疆依旧给Action 2配备了一块1.76英寸的可触控OLED屏幕 PPI达到了350最大亮度为500尼克完全能够满足日常的使用需要 在Action 2的用户手册被曝光时还有网友表示体积小巧确实不错 但没有屏幕只能连接APP多少有点可惜 这么来看大疆还是非常懂得用户心思的 在操作逻辑上用过大疆Pocket系列的用户都不会陌生 除了常规的点击选择和滑动以外 在主界面从四个边框向内滑动就能呼出对应的菜单选项 即使之前没有接触过大疆产品的用户也能够快速上手 因为Action 2的交互设计都相对直接化 学习成本并不高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它的核心规格 Action 2采用了一颗1.7英寸的传感器 镜头FOV为155度 光圈是F2.8 它能够拍摄1200万像素的照片 视频方面在16比9的画幅下 Action 2能够录制最高4K120帧 2.7K120帧 以及1080P240帧规格的视频 像是8倍慢动作 延时摄影以及防抖都没有落下 DJI Action 2拥有显而易见的两个亮点 磁吸卡扣和拓展组件 无论是拓展组件或者是自拍杆 都采用了磁吸加卡扣的连接方式 大疆似乎对磁吸有着莫名的偏爱 从OF系列手机云台上就能看出一些端倪 当然磁吸确实能够让用户连接组件时 更加直觉化 而且磁吸设计还能够帮助用户分辨正反 即使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也能进行盲操 而卡扣的加入则是多了一层包线 让组件之间固定的更牢固 也算是给用户了一种安全感 另外当磁吸的磁力足够强的时候 在一些非运动场景下 Action 2能够更自然的完成固定 使用主相机加上包装内的磁吸挂件 就能够简单直接的当成挂饰一样 相同需求下传统运动相机除了需要麻烦的绑带固定以外 穿戴之后也会显得很突兀 而且大疆也为它设计了一个磁吸头戴 这样两个配件就能够轻松的帮助用户记录第一视角 经过刚才的介绍之后 相信大家也对Action 2有了大概的认知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Action 2的灵魂拓展组件 就像刚才说的那样 这些拓展组件都使用了磁吸加卡扣的方式与主相机连接 数据传输和供电则是通过主相机底部的触点来完成 即使如此 Action 2的相机依旧拥有裸机10米防水的能力 如果配合防水壳则能达到60米的防水 前屏拓展模块是在包装里就默认附赠的 装备上它之后Action 2就变成了标准形态 这时它也和Osmall Action一样拥有了前后双屏 并且都可以触控操作 同时前屏拓展模块还带有独立的电池 为主相机进行充电 MicroSD卡插槽能够扩展存储 还拥有四帧列麦克风收音 为了解决用户的续航焦虑 大疆也推出了电池模块 它和前屏拓展模块的区别是在于 取消了可触控屏幕和四帧列麦克风 因此电池模块的厚度也有了明显的缩减 假如用户使用的是主相机的内置存储进行拍摄 那么电池模块是支持热沙瓦使用的 拆卸与安装都不会打断视频录制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 我发现大疆对于主相机的电量消耗逻辑 也进行了比较好的把握 不管使用的是前屏拓展模块还是电池模块 XN2会优先消耗拓展组件的电量 尽管某些工况下主相机的电量也会下降 但整体消耗速度还是要比拓展模块慢很多的 大疆也考虑到了XN2在通用性上的需求 当用户需要使用四分之一英寸通用螺纹接口的时候 用户可以使用球头转接键 不仅能够灵活调整角度 也能搭配其他固定脚架使用 用户也可以选择大疆推护的蓝牙遥控延长感 它是一个能伸缩的自拍感 也是一个迷你脚架 并且还配备了一个无线遥控器 直接用它就能够控制拍摄 其实XN2还有一个强力配件 那就是和它一同发布的DJI Mac 这是一个能够一拖二的无线收音系统 也是大疆推出的首款双通道无线收音麦克风 其实在此前很多设备里我们都看到了它的影子 比如像是Pocket 2上的无线麦克风 只不过之前它们大多是以专属配件的形式出现 而DJI Mac则是一款独立的配件 它有一个双通道接收器和两个发射器组成 官方数据表示它最远能够支持200米的收音距离 接收器端拥有一个可触控的OLED屏幕进行设置 并且还自带8GB的内置存储 这个无线麦克风不仅能够配合XN2使用 还能够搭配Android iOS设备 它也配备了3.5mm工对工的转接线 通过转接板它可以固定在相机热靴上 它适用的范围还是相当广的 那以上这些都可以使用充电盒进行收纳 续航部分接收器最高能够提供5小时的使用时间 而发射器则为5.5小时 配合充电盒能够提供最高15个小时的使用时间 而作为一款相机 我们还是来看看它最核心的画质表现 在我录制的素材当中 绝大部分使用了4K60帧的规格 在阳光充足的情况下 画质几乎没什么槽点 事实上作为2021年发布的产品 在阳光下能够拥有出色的画质并不是什么难事 而XR2的传感器尺寸由前代的1.3英寸升起到了1.7英寸 在进光量上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所以在暗光环境下 XR2的画质在运动相机中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准 虽然细节还是能够看到涂抹痕迹 但整体观感还是不错的 对于高光和暗光下高SO产生的噪点 都有比较好的压制 至少没有糊成一片 对于运动相机而言 用户除了画质最关心的就是防抖能力 在XR2上提供了两种防抖模式 超强增稳和地平线增稳 在实际体验中 我们通过了UTV越野车和过山车 这两种方式来测试它们的表现 在UTV越野车穿越的过程中 我是全程通过手持或者磁吸挂件来进行固定 在这样非硬连接的情况下 开启超强增稳后 整个画面还是非常丝滑的 因为乘坐过程中的晃动是非常明显的 但画面中几乎很难看到细碎的抖动 整个画面也不会给人眩晕的感觉 在过山车的体验过程中 则是对地平线增稳的考验 我和同伴两个人都在第一排 分别进行了录制 可以看到开启了地平线增稳后 整个画面的水平控制非常稳 当然该模式下带来的画面裁切 也是非常明显的 但对于一些急性运动 或者像是过山车这样的 还是比较适合的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EJXR的体验内容 尽管这是Action系列的第二款产品 但在我看来 这似乎才是大疆心目中Action1该有的样子 在这款产品上 我们看到了大疆并没有拘泥于运动相机的精力 通过不同拓展模块和磁器配件 Action2在每个用户手中能发挥出不同潜力 那么你们又是怎么看待这款DJI Action2的呢 如果你有任何想说的或者是想问的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进行互动 好 好 谢谢大家